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秋花姐快乐家园 外边在割草 隆隆生的 今天我带大家来寻宝 大家来看一看 可能这个一个手拿着 一定看得很清楚 长春花 长春花下边 你看 时不时的会有这种小的 很小很小的苗 像个豆芽菜一样的 非常小 因为昨天下来雨就把它拿出来 带根 这样就把它给拔出来 拔出来以后就放到这里来 跟着呢就找个地方 缓描的地方 我叫它起了个名字叫聚宝盆 因为这样是没有成本的 很有意思 经常就会看一下 巡视一下看一下 在在屋子里边 看电视啊 学习啊 工作啊 累了以后 就出来转圈 扒开它看一下 经常就会有新奇的发现 这种方法 我已经培养了很多了 第二颗 这里还有 有时一堆堆的很多 三颗四颗 五颗六颗 今天早上 你看昨天刚下完雨 今天在下面找到了 差不多有十颗 这个边上在这个砖缝里边 找到了两三颗 比较大一点的 这里边呢像针尖一样的 过几天可能很多 因为下来雨 它有些种子可能掉下来了 过几天可能会更多 但是今天你看这有十颗 这个十颗 找个居宝盆 找个缓苗器 缓苗的地方把它种下来 两个星期以后就可以移栽了 就可以一个色狗 可以爆盆了 两个月以后就是 你看这里总共 这个色狗才六颗 你看从去年的感恩节 到现在一直在开花 这里呢就可以种一个色狗了 已经是 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用心发现一下 不但可以找到生命的这个乐器 这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两个聚宝盆 一个就是对面 就是在这个sircle的正对面 有个真正的聚宝盆 一个就是在这个sircle的这个右手边 这个靠近水源的地方 新做的一个小的聚宝盆 带朋友们看一看我这个聚宝盆 这个真的是一个名副企实的聚宝盆 你看这个盆非常大 这个盆呢有一个故事 这个盆曾经是里边是种了一棵柠檬树 我家先生破产以后呢 带着这个一盆柠檬树 四处留了 走到哪儿把它搬到哪儿 它号称family tree 当我们买了房子搬过来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柠檬树种到了前院 落地生根 现在长得非常茂盛非常好 那这个盆呢 当时我家先生就说把它扔了 当我就觉得 第一它是曾经 这个陪伴我先生那么多年 它是一个family tree的一个盆 另外的话呢 我学会一些风水 我也懂一些风水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 这个盆呢 应该把它变成一个聚宝盆 一个家庭的 一个凝聚力的一个地方 那我就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刚刚对着我们房子 这个后院 后院呢 对着这里 我们经常就是要坐这边 下午喝茶啊 喝酒啊 我们就会刚刚就对着看到这里 这里的时候 当时我一直在想 要种一棵什么样的花 才能会更加 更加能够代表它的这个意义 当时我觉得茶花很漂亮 就种了一棵茶花 但是茶花的话 它的花期太短了 后来呢 我就想办 种一棵这个芙蓉花 但是芙蓉花它有太大了 种到里面我觉得它有不够力 就想让这个芙蓉花成一棵树 你看这个芙蓉花 现在还没开花 秋天开花很漂亮 那想来想去 那因为我这里有一棵 就是月季了 这里又种了一棵 第二棵月季 那这里有两棵月季 这里呢 人家想要凑一个三字吧 那就是生生蒙蒙的 这个家庭 那就种多了一棵月季 你看这个月季也开始开花了 是茶枝的 那这里呢 周围呢 还有一些空隙 这个月季没有长起来之后呢 我就在这里经常会育苗 然后经常会捡一些 大概是今年 过了年以后 忽然发现 这个长春花下面 是有些小苗的 还有它周围会有些小苗的 我就把它捡出来 放到这里来 大概两个月以后 它就可以移栽了 那这是三个月的 你看已经开始准备爆棚了 所以呢 这就成为了真正的一个聚宝盆 一个培养子孙 花花草草子孙 子孙孙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这个月季如果长大以后呢 我呢 现在我也这几棵大的 这个长春花也不准备动它了 就想让它在这里爆棚了 但是今天 因为昨天下了雨 你看今天早上 我还是在这儿 因为这个 这个色狗的矮牛花 已经要把它拔掉了 已经开了 从去年感恩节到现在 已经七个月 八个月了就来 所以你看已经破败了 也要把它给拔掉 所以我顺便 顺手又插了一些矮牛 矮牛以后一个月生根以后 就可以移回这个地方 这里都真正成了一个花花草草的 这个培养产床啊 应该是婴儿床吧 baby床 这个培养子子孙孙的一个地方 哎呀 我觉得真是很棒 这种感觉很奇妙 因为我们种植就是有时有发现生命 这个绽放生命 就觉得哎呀很棒 你看现在现在这里你看 好像小小的很不弃眼 但这里有十颗了将来 如果把这个十颗培养成功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灿烂的一个色狗了 好 那这个地方因为是没地方插了 现在我又在别的地方 又找了一个小小的菊宝盆 一个小的色狗 就是叫缓苗区 一个小小的 带大家来查看一看 给朋友们示范一下 怎么来培育这个小baby 那这样子 先扒这个小洞 有空位的时候 你看昨天下了雨 所以今天呢 我就去找一找 这样子就不用浇水 就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 扒这个小洞 那小洞以后呢 你可以两颗两颗放就可以 就把它放进来 把它封上 把它搂 这个头露出来就可以了 把它放进来 有时候出来散步 就随便就这么做了 很有趣 直接出来看一看 就会有些新的发现 你就会创造一些 这么随手一做 如果不是拍视频的话 就是几分钟 就把事情都做完了 你就会发现一些生命的奇迹 会创造一些生命的奇迹 你会觉得很有趣 这个种植不但是省钱 省钱省时间 你看 而且它非常有趣的一些活 一件事 你看 就这样子 都已经种好了 还有一颗 再找一个 用这个很快 这一颗就可以 这一颗就可以直接移苗的了 用这一颗你看四片叶 都可以直接移苗了 那要种的时候呢 也是喷 就把它喷干水以后呢 你就这 因为这个是苗床 你不需要把它挖成一个洞 一个洞的 就这样子 就可以找个 你想种哪里 去哪里 就挖个洞 把它喷好水 种进去就可以了 就成活了 我经常都在这里 就拿一些小苗去种 那这里培养出来以后呢 就是要去补苗 补到前院的 空心砖花园的空心的那个位置 补进去后 两个月后就是一盆花了 非常非常棒 好 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这些很有趣 这些发现生命和让生命绽放的一个过程 希望大家 帮助到大家 给朋友们的种植带来一些乐趣 和一些很开心的体验 谢谢